刚刚呢我们用了一下云达码 它对应的接口 然后简单的实现了一下这个达码的功能 那么在这里大家可以发现 在这个地方 关于豆瓣这个验证码呢 它是不变的对不对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内心 它是会变的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关于 有个小的细节大家稍微需要注意一下 我们写个 这是重点 .md 验证码的系列 那么就分为两点 第一点UR地址不变 验证码不变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UR地址不变 验证码会变 这两种情况都分别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刚刚做那个事情 就是UR地址不变 验证码不变这种情况 其实非常简单的对不对 我们只需要去请求 验证码地址 获得响应 然后的熄变就好了 对不对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豆瓣刚刚就这样做了 那么还有两种情况 就是UR地址不变 但验证码会变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大家想象一下 我们假设有两个人同时在请求一个网址 同时在请求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呢 我们分别得到一个验证码 这个验证码情况就是验证码不变 但是两个得到验证码 很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去提交登录请求的时候 我进行登录提交的时候呢 我输入了验证码 对方服务器如何判断出来 他就是我请的验证码 我输入的不是你请的验证码 他凭什么判断出来 我输入的验证码就是正确的验证码 大家之前在flux里面是不是做过这个事情 怎么做到的呀 对方服务器 怎么做到的呀 都不记得了 怎么做到的 是不是给当前这个用户返回验证码的时候 他会把当前这个用户的信息 比如说Session ID或者Cookie的相关信息 和这个验证码做一个对应呀 对应完了之后 当我下一次在提交登录的时候 提交post的请求的时候呢 他会验证我这个人的信息 以及我这个人的对应的验证码呀 然后把我输入的 就是登录时候提交的验证码 和我这个人的信息对应的验证码 进行一次对比 然后对比成功的时候说明我输入验证码是正确的 那对比失败的说明验证码是错的呀 是不是这样的操作呀 不然的话呢 对方服务器他是没有办法能够不弄出来 我输入的验证码 就是一个正确的验证码 或者就是我当前显示在我这个页面上的验证码 对不对 所以当他在给我反过验证码的时候呢 肯定是有对应关系的 所以这地方思路是什么呢 就是对方服务器返回验证码的时候 会把每个用户信息和验证码进行一个对应 之后在用户发送post的请求的时候 会对比输入就是post的请求中的验证码 说当前用户真正的存储在服务器端的是否相同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肯定对方服务器在跟我访问验证码的时候 肯定会存储一些信息对吧 会存储这个验证码的信息 就是验证码对应的真正的值 以及我们当前请求这个验证码的用户的一个信息 他会把那两个作业的信息存起来 那么下一次真正这个用户在发送post的请求的时候呢 他就会对比当前这个用户和当前这个用户提交的这样一个验证码 是否是一样的一个结果对不对 是不会做这个事情啊 那所以说我们在扒冲里面 如果说我们希望能够正确的请求到这个URL地址 请求到这个验证码 或者正确的发送post的请求 那意味着我们需要怎么做呀 是不是我们在发送请求验证码的时候的那个请求 以及真正post的那个请求的时候呢 那个请求 他们的这样一个用户的信息必须是一样的呀 那所谓的一样就是 session或者cookie必须是一样的对不对 现在同一套cookie对吧 那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代码里面该怎么做呀 是不是最开始我们可以简单的使用session来帮助我们做的事情啊 因为session能够帮助我们保存用户的这些cookie信息对不对 所以首先第一步应该实力化cookie 实力化session 那么第二步呢 使用session 首先我们要请求 比如说请求这样一个页面对不对 哪个页面呢 就是这样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对吧 为什么要请求它呢 因为只有请求它之后 我们才拿到对那验证码的地址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先要请求登录页面 请求它登录页面之后呢 第三步要干什么呀 然后获取 获取什么呢 获取验证码的地址 是不是 把这个放在这边 请求登录页面 获取验证码的地址 然后呢 第三步我们就是 请求验证码 识别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使用session 这个session和前面这个session是一样的 然后第四步呢 然后呢 使用session放在破送请求 发送post请求 那破送请求如果成功之后呢 那我们此时此刻这个session 是不是就是登录成功的那个session呀 这是在有验证码的情况 我们是不是要这样做呀 那这个时候大家想一下 为什么要在这里时间花一个session呀 是不是在这里放在请求 请求登录页面 以及获取 以及发送 发送验证码的请求 以及最终的post请求 是不是都用的是一套cookie呀 一个用户的 一套cookie呀 对不对 那这套cookie 它最终在服务上面对应起来 肯定都是能够对应到 它真正跟我访问的验证码 对不对 那就是说呢 我们在下次使用session 去发送post请求的时候 它就会拿着前面 我们请用验证码的 那个用户信息呢 和真正的 和真正的这样一个 验证码进行对比 然后识别出来我们到底说是正的 正确的验证码 还是识别是错的验证码 只要对应不上 那肯定是输了错的验证码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里我们把session 改完成request 或者什么样子的情况了 我们这里不使用session了 我们就使用request的模式请求 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呀 我们每次都用 我先用request请求一遍 登录页面 对吧 拿到一套记者 我们再使用request请求一遍验证码 然后再使用request 就发送一个破测信求 那这个时候验证码绝对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请求验证码的时候 我们使用request的信求 这个时候可能没有带任何的酷铁信息 对吧 对方服务器说不定能给我们返回验证码 但是这个时候呢 这个验证码 它假设没有获得到酷铁的时候呢 它和随便找了一个酷铁 或者随便找了一些信息 去和这个验证码对应 然后这下一次呢 我们又重新新建了一个request 你现在request再去发送破测信求的时候呢 它这个时候提交了验证码 它会拿着这个验证码和用户信息进行对比 但是你会发现 当前如果我们使用request 它是没有什么用户信息的对吧 它也是对比不了任何数据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验证码就判断不了 判断不了 这个数据验证码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的 它主要是判断不了 当前这个验证码到底是哪个用户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地方肯定会报错 就是相当于说我们没有通通成功 对不对 那关于这一点呢 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想一下 或者看一下之前我们在flask项目里面 关于验证码这一块 我们是怎么做的在后端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在牛奶器里面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样子 我们在牛奶器里面是不是先请求它呀 请问它之后呢 对方服务器是能在我们本地设的一些cookie 然后对那个牛奶器是不是 发现这里有个图片 它是不是会主动请求这个图片呀 它请求这个图片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带上之前的那个cookie呀 请问它cookie之后 比如说我们输入用的密码 再输入验证码之后呢 当我们点灯笼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是不是也会发送个post的请求 发送post的请求 是不是会带上之前那套cookie呀 所以说牛奶器在请求运动码 或请求post的时候呢 都是带上了cookie的 而且这个cookie是同一个cookie 因为我们都在同一个页面嘛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在代码里面呢 也是一样的来模仿牛奶器 通过session来做这个事情 那当然呢 我们如果不使用session来做的话呢 我们使用request来可以做 只不过在每次请求之前呢 我们需要把request对应的cookie呢 在不同的请求之间传递 是不是要传递呀 才能够达到所说的 是同一个用户 在发送请求的这样一个目的 这样一个效果 那如果说这样 现在就有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说我们使用session来做这个事情 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使用session来做这个事情 比如说来请求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对的验证码 它是会变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使用session来把这个页面 拿到之后 页面把地址拿到之后 我们再使用request 去请求这个页面码 它返回的内容 和我们当前这个网页上 返回的页面码内容 会是一样的吗 我们先使用session来用 比如说 这个页面码对应的地址呢 是一个 刚刚说第二种情况的这种地址 就是UR地址不变 但页面码会变这种情况 我们先使用session来请求这个地址 那请求对应这个地址 对应者得到这个验证码 我们从中把验证码就拿出来 这个request的模块去请求 那request的模块 请求到验证码的数据 我们页面上验证码的数据是一样的吗 是不是不是呀 它是重新的发送了一次请求 对不对 而且request的时候 它是并没有带上cookie的 对不对 所以对方服务器也并不知道 当前request请求的时候 到底用户的数据到底是什么 所以最终如果说 我们就算使用request 成功请求到一个验证码 识别出来了 那个识别出来之后 我们发动boss的请求的时候 但是点灯灯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仍然对应不上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 是不是要结合之前所学的 getcookie的方法 我们在使用request 请求这个验证码记者的时候 应该把cookie给带上 是不是 带上之后再请求 然后这个时候 还要是和刚刚一样 这个地方的验证码 就页面上的验证码 我们request请求的验证码 肯定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两次请求 人的验证码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但是当我们把验证码 放到这个地方来之后 再输入一下 点一下登录 doban这个按钮 对方服务器 肯定是能够判断出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就相当于 我们 先是在647里面 请查一下这个验证码 就验证码AE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使用request 请求验证码 是不是相当于在那点了一下 这个验证码的按钮呀 是不是相当于做 做一个这样的操作 所以说我们到时候 使用request 请到验证码 把验证码结果输入到这个地方 点一下登录这个按钮 肯定是可以识别的 那关于这个内容呢 我们写到这个地方 使用三六 请求进行登录哈 登录 遇到验证码 那这种情况呢 UR记者不会变 验证码UR记者不变 不变 这个非常简单 是不是同上 那如果还有这样的情况 验证码不变 但验证码会变 这个时候呢 我们该怎么办呢 第一步三六 请求登录页面 第二步 获取 获取 登录页面中三六 或者这个driver 那么cookie 交给 request的模块去处理 交给request的模块 发送 验证码 的请求 识别 第三步 点击 就是输入验证码点击 就这个样子呀 请求登录页面 同时这个地方可以拿到 验证码的记者 然后呢 我们把driver中的cookie 交给request的模块 就出名 然后呢 拿这个困难请求 验证码 然后呢 把识别重来 然后再输入验证码 然后等级登录 这个时候就好了呀 这个时候大家明白吗 这样一二三步 对不对 能够明白吗 这个地方 有问题吗 这个地方 有没有问题 大家总是不说话 对吧 大家可以好好体会一下 这是关于我们后续 会遇到印证码的情况 那等会儿呢 还有另外一种思考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使用三个例子 我们是不是可以截屏呀 如果说我们不想 去干什么呢 不想去 或许可以 这个request用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页面 给它屏幕截下来 那截下来之后呢 我们再把什么呢 再把印证码这块 给它裁下来 我们之前不是学过 PIL那个模块吗 对不对 PIL那个模块 PIL 记得吧 它就可以截图 对不对 修改图片内容 要对的话 我们可以让它 指令它截去哪一块 比如印证码这一块 截了之后呢 我们把它交给 达马平台去识别一下 实际就完事了 那么直接把印证码输入来 点一下 弄这个按钮就可以了 对不对 能明白吗 直接把它截下来 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这种方式呢 可能我们得去了解一下 PIL怎么操作的 当然了 PIL也是非常简单的截图 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给它传一个位置 那比如说当前我们使用 三个例子 是不是它截屏的时候 能把当前的页面 整个大图片 全部截下来 那这个时候 我们还需要去测量一下 当前我们要从哪截到哪 比如说 从最上面往下数 从它到它的长度 是多少个像素 然后从它呢 它的左边多少个像素 然后从对应这个位置开始截 截多大 都需要告诉PIL这个模块 然后就可以把它截下来 截了之后呢 然后就可以识别了 当然在这个地方 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固定一个 流氧器的宽空高 因为当流氧器的宽空高 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这个地方的长度 和这边长度 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理解吗 所以对应的 我们肯定要固定一个 流氧器的宽空高 再去解 这是关于 刚刚所讲的 验尼码的识别 这一块内容